美国直篮NBA洛杉矶胡人队 本季开赛以来战机不佳 连带影响华裔球星林书豪的先发地位 7号胡人主场出战纽奥良提湖 林书豪被拉出先发名单降为替补后卫 林书豪上场近20分钟只攻下3分 外加4次助攻3个篮板数据欠佳 胡人队改由老将普莱斯领军控球 最后以87比104落败也没赢球 赛后林书豪难言失落 林书豪表示过去大学时期 常有从先发变成板凳的类似经验 只能安慰自己相信上帝自有安排 胡人队总教练史考特则表示 先前曾经说过 先发阵容在20场比赛后会调整 球员都知道 林书豪华 林书豪华 然后再次进行帮助 然后再次进行帮助 再次进行帮助 然后再次进行帮助 他说他希望我再次进行帮助 再次进行帮助 下集者 无邪超 乐山级报道